請介大使來幫我們看一下 最新的戰況 看起來依舊還是十分的猛烈 甚至還有持續加大 這樣的一個趨勢 對 現在上個禮拜 就是禮拜六的時候 俄羅斯的飛機 已經用飛彈 擊毀了奧德薩大城的機場的跑道 所以對奧德薩對外的空運 已經斷了 他整個跑道把他炸毀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在波斯帕納斯 現在目前是兩軍交戰的 波斯帕納斯 在烏東的地方 波斯帕納斯 這是兩軍目前交戰的 非常非常密集的地方 俄軍現在的打法 都是先用重炮轟擊 所以先把這個地方 轟得非常的徹底以後 他的軍事人員才進去 這個過去跟過去打基輔郊區的時候 打法已經有一點改變了 也就是在這個地區 他事實上是要殲滅主力部隊的 不過現在烏軍在這個地方 反胖也非常的強烈 就因為他在這些整個 這個頓巴斯 目前這一塊地區裡面 他過去有一條 這個雙方的停火線 所以停火線的時候 烏軍這個地方 他所做的這一些防禦公司 非常非常的完善 已經打了八年了 所以現在在這個防禦公司 這些線上打得非常非常激烈 不過俄軍的整個的 整個的這個戰略 有人說他要從19母這個地方 19母大概在這個地方 哈爾科夫在這個地方 19母拉一條線 一直打到奧德薩 這樣切過來 基本上要切下來 所以也就是說 本來俄軍第二階段軍事行動 他們政府講到說 現在基本上的重點在這個南 也就東部這個就是 頓巴斯地區 這個地區他要完全的佔領 可是他最近後來 大概在10天前 他又說南部地區也包括在這裡 那這些地方目前的打法 看起來是要做長永久 這種長久的佔領 所以基本上是要把在裡面的烏軍 要不然殲滅 要不然就是趕出這裡 那這個馬里烏波的話 基本上大部分的這個城市 都已經被俄軍佔了 現在剩下來的就是 這個亞素鋼鐵廠 那亞素鋼鐵廠現在 大概說法不一 大概總有上千名的 這個烏克蘭的海軍陸戰隊 還包括亞素營的 這個部隊還在裡面 另外俄羅斯昨天他們說 他們已經讓裡面 有撤出來46個平民 我想基本上俄羅斯 為什麼對馬里烏波這個鋼鐵廠 因為這裡面有 這個亞素營的主力 那亞素營的司令官 目前還是活著 昨天他還在電視上有出現 那麼他們很多的這些眷屬 已經在基輔做抗議 那麼抗議俄羅斯對他們這個 要殲滅他們這些 在這個鋼鐵廠連部隊 所以現在整個戰爭 不但沒有往下走 現在是越打越激烈 所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你來我往的 對 打得非常非常激烈 不過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說賀爾松這個地方的 這個尼古拉耶夫 現在也是一個爭奪的重點 因為這尼古拉耶夫 現在還在烏軍的整個 還在控制之下 可是俄羅斯的部隊 現在看起來 對尼古拉耶夫的攻勢 也有增加 赫爾松地區的話 事實上烏軍 俄羅斯方面一直講說 他已經完全掌握赫爾松州 所以他已經要在裡面使用盧布 不過當地有老百姓有反抗 另外一方面 他現在也建立了自己的臨時的政府 那烏克蘭非常非常的 害怕的一件事就是說 將來可能俄羅斯會在赫爾松州 再發動一次公民投票 那麼也是要從烏克蘭獨立出來 或者甚至併入到俄羅斯 這是烏克蘭講了好多次 他認為這是俄羅斯的 籌謀就是這樣 不過現在這個地方 摩爾多瓦這邊有一塊 有一條河 這邊的河的東岸 事實上也有俄羅斯的部隊在這裡 所以這個部隊最近也有一些動向 是不是他會把這邊的部隊 向往下打 打敖德薩這塊地方 也不清楚 不過敖德薩也是 100萬人的大城市 是烏克蘭在黑海的 現在最大的一個海灣城市 也是重要的一個港口 也是個主要大城 我想就是說外面的分析就是說 為什麼俄羅斯沒有開始打敖德薩 因為烏軍在這邊布了重軍 如果要打這個城市的話 可能要付出很慘痛的代價 所以還是要稍微喊兩下 不過昨天折倫斯基他講了 他說即使敖德薩 大部分的人口是講俄語的 可是他說俄軍還是把他們當作敵人 來對待 意思就是說在心裡的喊話 烏克蘭很怕這裡面 因為大部分是俄語的人口 將來在攻城的時候 這邊明星的項背 不一定會是倒到烏克蘭這邊 就怕到時候就在重要的時刻 對 好 我們可以看 我們謝謝季大師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俄烏戰士 已經進入到第十週 剛剛也提到了敖德薩 現在是遭到俄軍在這邊 機場跑道被破壞 烏軍當然是在強力的反擊 在多個地區是有效的阻擋了俄軍的攻勢 那同樣還有是在馬力波的部分 馬力波的亞素鋼鐵廠 已經也有二十位受傷平民 安全的撤了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俄烏的共同協議之下 是有二十名的婦女跟兒童安全的離開 但是有指揮官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反倒是向總統責任司機喊話說 總統的責任不應該 只有救平民百姓 軍人也硬該叫 而且是一個都不能少 現在在這邊看起來 大家都覺得說 你們應該是一定會堅持到底 結果現在他也向澤文斯 喊話了說應該軍人也要救 施教授 我是覺得說 那邊的應該是俄羅斯語的 應該婦孺老幼婦孺 已經撤到俄羅斯境內的 然後現在這邊的可能是到底 因為有時候平民跟軍人跟民兵 其實你是分不清楚 OK 所以那一塊到底是怎樣 應該人道走廊 我一直認為說 其實是應該聯合國 其實是可以做的 這一塊如果真的他想要他們走 還是他要固守在那一邊 所以現在剛才大使也講說 他現在不是只有 烏東兩個共和國 OK 現在這是內斯特河言 那一塊那就是五六十萬左右 那一塊他大概想把它吃掉 甚至於連奧德薩也可能進一步 然後赫爾松這一塊 當然他目前為止 其實現在我們看烏東兩個 然後克里米亞一個 內斯特河 然後加上奧德薩 然後赫爾松這一塊 這幾塊連在一起的時候 當然他最好的就是併吞掉 不行的話至少說 他是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自治也好 或是就是說 甚至於是不是聯邦制等等 這些都可以處理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他可能現在 把它變成一個代狀 然後到時候再來討價還價 其他的地方到時候 也許就把它當作一個 所謂的這個所謂的籌碼 我覺得最後應該還是烏東 那兩塊還是比較重要 所以那兩塊到底要怎麼處理 如果他們真的是有人道的話 那個婦女是這麼重要的話 那就是大人應該出面 然後不然把那些小孩子 跟婦女當作一個好像就是 你要知道就是一個 認知作戰的一個工具而已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在持續不只是在俄羅斯這邊 在烏克蘭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是瑞典的國防部 說29號晚間 俄羅斯有一架運輸機 侵犯了瑞典的領空 瑞典的空軍對此也緊急出動了 這個戰機來警戒 同時這一位是前蘇聯領導人的 曾孫女赫魯雪娃 他說俄羅斯向西方發動核戰的 危險程度比1960年 古巴飛彈的危機還要更加嚴峻 大清哥 這當然也不意外 就是說當美國跟他的盟國 用盡了各種手段 去對付俄羅斯的時候 俄羅斯也不可能束手待斃 更重要的是芬蘭跟瑞典 本來是所謂的中立化的一個決定 他們改變他們的決定 他們要重新回到 要申請加入北約了 這對俄羅斯來說 這已經是看到烏克蘭要加入北約 然後芬蘭跟瑞典再要加入北約 這會嚴重的影響到整個歐洲地區 過去長久以來的和平跟穩定的狀態 所以你說俄羅斯採取了同步的行動 對瑞典進行一些警告跟威嚇 我想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但是我要關心的問題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新華社的 這一篇專訪 他專訪了烏國的外長跟俄國的外長 他很公平的兩邊都專訪 對 我們先來看到在這個 4月30號的這個專訪兩篇 我們先來看到烏國外長顧列巴的 主要的內容 提到說 提議大陸成為烏克蘭安全的保證者之一 這是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尊重跟信任的標誌 這是烏國外長 那麼在俄國外長拉夫羅夫說 俄烏代表幾乎每天透過視訊協商 可能的和平協議草案 那其中一項解決辦法就是設立 包含了俄羅斯大陸等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在內的擔保機構 那支持烏國不斷改變立場 以及挺烏的西方政府 好正言論煽動性的行動 才是推進和談進程的阻礙 那解除西方的制裁 才是和談的條件之一 這是雙方分別接受了新華社專訪 這樣的一個報導 這篇專訪其實很重要 就這篇專訪 當時大家如果回溯到 過去幾次的會談 尤其是最後一次的會談 到烏克蘭方面提出來說 他希望由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來擔任安全保障的時候 很多人都認為這樣的要求是 太過於不可能達成了 包含像俄羅斯 包含像大陸 未必會同意做這件事情 但是藉由新華社的這篇專訪 至少大陸跟俄羅斯 已經採取了正面跟肯定的態度 所以這個球回到哪裡了 回到了美國的手上 回到了烏克蘭的手上 原本你們提出來的要求 外界認為幾乎不可能達成 但是大陸跟俄羅斯 都採取了認可的一種態度跟立場了 你們要不要接下來開始 繼續重新開啟和談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戰爭的結束 只有靠談 沒有靠打的 靠打最後的結果是 一定是非常的慘重 而且傷害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今天 大陸跟俄羅斯都願意擔任 安全保障的國家之一的話 那麼美國跟烏克蘭 要不要就這場戰爭 重新劃下一個停損點 現在求在美國的手上 我們大家可以進一步的來觀察 但是我要講另外一點 是看到澤倫斯基在講說 軍方擊毀了多少俄羅斯的坦克 消滅了多少俄羅斯的兵力 可是澤倫斯基你有沒有想過 你的國民逃難逃了多少人 你讓成千上萬 讓幾百萬人變成難民 烏克蘭犧牲了多少 犧牲了多少無辜的人民的 生命財產安全 烏克蘭的土地是一片廢墟 你有什麼好高興跟驕傲的 你就算把俄羅斯再打個兩倍 再犧牲個兩倍 你都挽回不了你烏克蘭成為 幾百萬民眾成為難民的事實 你也挽救不了你烏克蘭 現在半壁江山 幾乎都是斷垣船壁的事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確實澤倫斯基是不斷的 會向大家來喊話 提出一些他的需求 同時也告訴大家 他們的戰績好像很輝煌 但像大晴哥講的人民 你的人民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 現在這樣的狀況 看起來要停火 真的不是這麼短的時間 就像今天三位來民講 可能都還會持續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裴洛西也來到了基辅 這是台灣時間最新的一個影像 先是美國眾院的議長裴洛西 他是在烏克蘭當地時間 4月30號 率團來到基辅 並且有跟澤文斯基會談 還獲得了頒發的獎章 那麼裴洛西跟澤文斯基兩個人 寒暄又一塊走到了建築物 裴洛西在記者會說 希望拜登來追加協助烏克蘭 330億的美元能夠盡早通過 因為他說澤文斯基跟烏克蘭 然是為所有的人來奮戰 先前強森來過了 現在裴洛西來了 不過裴洛西這次來的是 離開之後才把消息讓大家知道 介大師 對 因為裴洛西事實上的話 他眾院他包括這些撥款的部分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不過他一直都是蠻支持的 最近撥款法案 就是說租借法案 那眾院也通過了 就等拜登總統來簽署了 不過美國朝野上下 基本上都是很支持 澤文斯基 因為他幫美國的大忙 因為美國想要修理俄羅斯 找不到人 現在有一個人來幫忙 現在澤文斯基 真的是天上掉餡餅 出了一個澤文斯基 幫著美國修理俄羅斯 而且他本來還有一點抱怨 說美國都不出兵 現在他也不提這件事 他就準備自己打 你美國只要出錢 你只要出武器 他就會好好的來 好好來修理俄羅斯 我想對美國人來講 再沒有比澤蘭斯基 這麼好的一個朋友 所以這時候不給他打氣 什麼時候給他打氣 而且希望他繼續有 這麼高昂的鬥志 所以當然要給予鼓勵 所以我想不僅裴洛西 我想美國很多政界人士 都很希望去給澤蘭斯基打氣 因為他太符合美國的利益了 所以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亞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